今天是2022年3月31日星期四 今天也是三月份的最后一天 明天就是愚人节 这也将会迎来万众期盼的 天赐的声音第三季第三期 期待周深 视频的开头先说一下 周深的冠军歌曲 叫人之歌MV版本正式发布了 同时热词 周深唱出与君初相时 童话纯爱感也登上热搜榜 这首歌曲是电视剧 与君初相时的片尾主题曲 该电视剧如今也接近收官 而歌曲叫人之歌MV 也算是对该剧美好时光的纪念吧 说到歌曲 接下来我们又要提到的就是 2021年微博娱乐白皮书 此白皮书难括了明星片 电影片 剧集片 综艺片 纪录片 纪录片和音乐片 就目前为止 周深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涉足参与影视剧 所以周深主要出现在 综艺纪录片和音乐片中 周深常驻的综艺 穿造营2021 在2021年热门网络综艺 Top10中排名第二位 在纪录片中 周深飞行加盟的念念青春 也被提及 当然 以上两项应该算是团体性名誉 而最后我一项的音乐片 才是周深的主打 首先周深的歌曲光亮 获得了微博2021年度十大歌曲 同时还获得了微博2021年度十大MV 另外周深的歌曲旺也获得了 晚一云音乐2021年度音乐奖项第五 而且在微博音乐词云中 周深的名字同样也是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恭喜 最后在音乐人显映国家官方活动方面 周深也有加盟 比如周深加盟的冬奥会主题曲 一起向未来MV 主话题阅读量高达12亿 讨论量达到了433万 当然这些歌曲同样也是集体荣誉 不过能够加盟这样的歌曲MV 意义重大 已经不是流量所能够袭击的了 除此之外 还有大IP紫禁城 以及强大的线下活动 朝拜72小时等等 而周深的年度歌曲光亮 就是来自大IP紫禁城专辑 这些国家级的音乐活动 能够参与本身就是极大的肯定 而在过去的2021年 也包括今年 周深在国家活动方面 真的是得到了很多的关照 可以说周深在2021年 是持续大火的一年 除了火 同样也获得了各界的肯定 尤其是官方的加持 让周深走得越来越稳 越来越好 最后在音乐片的《行业记录》中 周深有心地使用了手写体 不仅能够显示出周深的谦卑 同时也是基于周深自己职业的 一个大大的重视和敬畏 暂时恭喜周深 周深的教人之歌MV 你觉得如何呢 周深的歌曲拿下三项年度大奖 你如何评价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精彩更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